台版王宝强,被前妻骗五千万,独自抚养六个非亲生孩子,如今变成这样真是好人有好报。 王宝强遭妻子马荣和经纪人颂哲联手背叛,掀起演艺圈轩然大波。 被媒体比喻为台版王宝强的赵晴,八年前被前妻临心提切片炸财,独自一人扛下财产散尽,名声受损的苦,更利坚挑起六个非亲生孩子的养育责任。 赵晴为台湾90年当红的一线小生,能歌能演,演红妻是夫妻之梁山伯与住英台中的梁山伯,知名度大开,但十年前突然消失,事后才知道是被前妻背叛,前妻临心提片走继续五千万元及三栋房子,留下债务与六个小孩,十年来被追债。 让她前几年兴起无数次轻生念头。 但她念及孩子无辜,没有出面指责前妻,更悉心养育六个前妻和前五任丈夫生的孩子。 她因此转往内地发展,还独立抚养前妻和别人生下的四个小孩,一度全身只剩下50元,让粉丝心疼。 被在一无所有之际,赵晴留下两个大孩子在台湾拖请亲人照顾,带住四个小的孩子,到北京谋求生路。 刚到北京很难熬,没有人卖,只能靠拍过戏的导演口耳相传,但她当时外形被嫌奶胃太重,因此刻意健身续湖拓宽戏路。 对于过往和前妻的纠葛,她完全不想提,她曾因当时财务吃紧,向母亲周拽不被谅解,如今母子已恢复关系。 赵晴来自单亲家庭,出生时为满月父母就离婚,在她成长过程中造成很大的阴影和遗憾,一直希望有个完整幸福的家庭,但偏偏事与愿违。 赵晴历经婚变后,这十年也有过新恋情,被问到还敢再踏入婚姻吗? 她说,妈妈反对她再婚,连约会对象都不准,她则理智地说,人发生所有事情都必须检讨,但我现阶段只想让自己回到以前位置,努力工作,我也遇过想同甘共苦的女生,但我很想要小孩,我想让家人都过好日子。 对婚姻看法不会因夜费时。 至于现在感情状况,她不正面回应,有人说一潮被蛇咬,十年怕草蛇,但我不会。 不过她没有考虑再婚,婚姻这块伤口有一点深,所以不会去碰。 赵晴近期在微博替王前妻马荣讲话,她澄清其实是站在小孩角度来想,之后小孩若看到母亲这样被人说,心情会是如何,所以才会发文。 照情外形帅气挺拔,曾是台湾一线小生。 从台湾一线小生变大陆龙套演员,她坚强从头开始,不曾有过怨言,靠住一步一脚印获得肯定,并夺得华语加片最佳表演奖,演技备受肯定。 今年赵晴受邀担担任台式新戏《阅读时光》第一单元男主角,重返台湾戏剧界,尽相情窃,她既期待又怕观众对她已陌生,虽然这次只是单元剧演出,仍将全力以赴。 谈及前妻,赵晴表示心中没有恨没有怨,甚至认为若没有前妻,就没有今日坚强的我,因为磨难而拥有自信与阳光,人生也更加成熟,沉稳。 他也以过来人的心情,呼吁王宝强,虽然看似失去,或许会悲愤难过,但人生如戏,还是要放假。 赵晴感谢前妻,让她历经磨难更加坚强沉稳。赵晴,影视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。 曾经拍摄过《大红灯笼》 曾经拍摄过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、《新良山博宇注鹰》、《新属山剑侠》、《世间录》、《兄弟海》、《大人物》、《楚海》、《爱谁谁》、《洛阳水席》等多部电视剧及电影。 赵晴原是台湾一线演员、歌手及主持人。 自2008年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内地后,先后在大人物、竹海、兄弟海、大唐书魂严真卿等具有精彩表现。 2015年主演电视剧播最后一张签证。 赵晴十年来在内地打拼,走过艰辛的路,他感叹经历一段失败婚姻,心里多多少少受伤,受伤不重要,怎样从失败中寄取这个痛,慢慢很感谢这段人生经历,这样对表演有帮助,现在演出跟以前不一样。 他离婚后跟前妻没有再联络,至于曾抚养了四个小孩,他2007年用当时仅剩的钱买四张机票,将小孩送回台给前妻姐姐。 据报道,赵晴现在有一个交往一年的小女友,两人相差约二十多岁,但对方带给赵晴年轻与活力,赵晴说自己目前不想结婚,也不想生小孩。 小女友因为年纪小,也赞同她的说法,在她的陪伴下,前妻带给她的伤害慢慢复原。 参考来源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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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